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之粮呢? 我们的生命是要靠很多食粮来维持的 但是,这些食粮都不长久的 我们的生命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如果我们要得到永生,就要靠生命之粮了 《若望福音》第六章第26至40节 耶稣发表了生命之粮的言论 那一天,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牢碌 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牢碌 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仁静的 于是群众就问耶稣 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才算是做了天主的事业呢? 耶稣就说 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 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 不过群众就不信耶稣了 还要他走个神迹出来做证明 于是,耶稣就再对他们说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并不是梅塞 刺给了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食粮 而是我父 现今刺给你们 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 因为天主的食粮 是由天降下 并刺给世界生命的 耶稣还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到我这里来的 永不会饥饿 信从我的 总不会喝 但是 我向你们说 你们看见了我 仍然不信 凡夫交给我的 必到我这类来 而到我这类来的 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 因为 我从天降下 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 而是为执行 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小朋友啊 那你们又知不知道 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呢? 耶稣说 天父的旨意就是 凡看见子 并信从子的 必获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使他复活 生命之良 就是指耶稣他自己 只要归属耶稣的人 就不会再怕肚饿 也都不会再怕口渴 因为耶稣充满了圣神 而也只有经过耶稣 我们才可以去到天主那里 因为耶稣 是通往天主那里的唯一道路 我们去到天主那里 自然就能够得到永生啦 也许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